好 第一个我们背景完成以后 简单的一个把它设定上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右边啊 这一个呢 这块黄色的区域呢 就是我们预计啊 要拿来设定我们的墙面 一个砖墙的墙面 砖墙的墙面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呢 第一个按照我们上次所说的 先打开 各位呢 你滑动一下 这个滑动一下 滑动一下的工具列滑到最后 往左 滑到不能再滑为止 然后呢 这边呢 就会出现我们的这几个 现在用到的这几个 这个就是让你呢 Render的 然后呢 再过来这个球啊 这个是我们的材质 那这材质 这个材质 这个编辑啊 上次我们说过 它的快速间就是M 取那个Materia的 第二个字M 所以M按照器的话呢 它也会跑出来 好 那接下来呢 请各位注意看一下 我们到底墙面啊 要怎么样贴上我们要的材质呢 它内定啊 现在已经选到一颗了 好 我们就从这第一颗开始 那么呢 第一颗开始以后呢 紧接着 就请各位下来 打开 好 你可以稍微的 拉动一下你的画面 打开一下呢 到我们的MAP 这个面板这边来 MAP 这个面板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那么呢 请各位选到 我们的Diffuse Diffuse 上面算一下 第二个栏位 Diffuse Diffuse Color 这个通道 这个栏位 过来到这里 强度呢 我们就先不用改它 后面的NONE这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啊 就请各位呢 一样进到这里面来 找到我们的第一个MIT Map 这是专门要找图片的就对了 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啊 紧接着我们要找的是一个什么呢 好 我们要找的是一个 专墙的一个画面呢 我们给各位准备是 Org OLD 各位请找一下 OLD 这边这一块 注意哦 是彩色的哦 是彩色的 旁边这一块呢 等一下有用 所以你先选彩色的这一块 麻烦各位选彩色的这一块 选彩色的这一块 之后呢 再来各位请把它开启 好 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呢 那么呢 各位呢 他现在呢 进来之后 那马上 你所看到的画面是 问你要不要排列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排列设定 这个Tiling呢 Tiling呢 Tiling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编排的意思 那么呢 如果说呢 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来说 那么呢 如果说你不去管它 你可以暂时不要管它 待会看效果如何 再来决定要不要改它 那么呢 我们现在呢 先呢 直接把这个球 按住 抓到 这个砖墙里面来放 好 先放开 放进来了以后 然后呢 放进来了之后啊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去Render一下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呢 来看一下呢 那么 是不是已经贴上去了 已经就贴上去了 好 把它关掉 这时候如果说呢 我们把它视为 我们把它改一下 这边2 这边2的话 OK了以后呢 那如果是 你这边改的2 2 X轴 Y轴 都是以 从1改成2 变两个Double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再把它Render一下 好 那这时候呢 有没有看到 它的砖块就变小块了 好 那你可以依你实际的感觉 你觉得 要大还是小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 好 好 那么呢 只是说呢 你这边等一下呢 在改的时候是改多少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就用它原来来值就可以了 好 刚刚看过Render也没问题了 那代表这颗球 现在OK了以后 麻烦你把这颗球 等一下呢 顺便把这颗球 把它的名称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做墙 砖墙 中文的话 应该打中文没关系 砖墙 这样的话 以后呢 材质球一多 我们才知道说 这颗到底用在哪边 这颗到底用在哪边 好 我先在这边等各位 等各位 待会我们再继续往下讲解 好 来 把影幕呢先交给你了 好 来 那么呢 我们快速的再做一遍 给各位看 从第一步的 我们现在要贴上 我们的砖墙的材质 先打开我们的材质球 好 那么呢 按一下这个按钮 或是按一下快速键 按也可以 打开之后呢 我们选到了这一颗 它这个内定值是从第一颗开始嘛 好 我们把它的什么呢 放大一点好了 好 OK 选到这个材质球之后啊 那紧接着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MAP 这个面板 MAP这个面板 在Diffuse 这里 打勾 然后 顺着它过来 按NONE 按下去之后 选择BIT的MAP BIT的MAP 点两下 然后呢 去找到我们要的砖墙 那么呢 找到我们要的砖墙 这个 彩色的哦 按开启 好 进来了 进来之后啊 在这边的Tiling这边呢 你呢 哦 它原则上内定值都是1啦 你可以先不要去改它 它的 横的直的排列数目先不要改它 用它原有的限定有的 你把它按住 抓到我们的这个 好 需要的目标上面再放开 按一下这个按钮 看一下结果 如果你觉得这个砖块太怎么样 太大块了 那么你呢 预防它会变形的话呢 我们把砖块缩小一点 那你预防它变形的话 要记得 U跟V数量要一样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如果是1.5好了 那这边的话 同样也要改成1.5 这样的话呢 你的砖块才不会变形 好 现在呢 完成到这里之后 OK了 也没有问题 这时候你可以再Render一下 马上看到我们的效果 就是长这样 完成了以后呢 好 我已经关掉了 针对这颗球 我们把它给它个名称叫砖墙 那么呢 中文英文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 这时候我们这时候呢 可以打中文 这样如果呢 将来要改 会比较好改 看得到这球是干什么的 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们呢 接下来 它呢 现在是比较平的 现在呢 当然就是比较平的 如果说你希望说呢 让它怎么样呢 更有立体感一点 更有立体感一点的话 那请各位呢 我们回到上一层 go to go to pardon 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过 回到上一层 回到上一层做什么呢 请各位把bump打勾 bump 打勾 打勾 打勾做什么呢 过来按一下这个none 好 一样 vitmap 点两下 把它打开来 这一次啊 请你找到一模一样 可是是黑白的哪一张 这一张 这两张其实一模一样 为什么这样做黑白呢 因为我们为了把这一张啊 做黑白 可以利用黑白的效果 来产生凹凸的质感 凹凸的质感 好 选择这一张以后呢 按开启 那么呢 注意哦 刚刚呢 我的排列呢 Tini的排列是1.5 这边当然也要1.5 这样才不会吸筋喔 才不会绕高屏 好 两个一定要跟呢 刚刚那张彩色的排列数目是一样的 再来回到我们上一层 做什么呢 回到我们这个什么呢 OK 好 回到了我们的这个上一层以后呢 回到我们上一层以后呢 回到我们上一层以后 那么呢 这个强度啊 请各位把它改成80就好了 80 OK了以后呢 记得哦 都要打勾 该打勾的要打勾 我们再Render一次啊 去看一下它的立体图 看一下它的质感 有没有 感觉就比较有立体图的感觉了 比较有立体的感觉 那么呢 如果你觉得太强了 有点太假的话 你就可以适当再改一下这个强度 比如说把它再改回 变60就好了 好 改完再去把它Render一下 好 看看效果你觉得如何 好 觉得OK就OK 好 我们钻墙的这个 钻墙的这个效果 就先做到这边 好 我把荧幕来教给各位 这是我们第二个部分 钻墙的贴图 该怎么去做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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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